最近比較有空 所以我整理了一份有關於HiveOS的一個操作入門系列 這是我個人使用心的儀器 是屬於一種比較直覺式的操作方式 依照這種方式呢 一樣你可以順利的建構你的帳號 我相信看完這個部分的話 你可以搞懂六成以上基本的重要功能 我們從建立帳號、電源管理、算力監控 基礎道路我們就一次搞定 好,我們接下來看下去 好,我們要先註冊一個帳號 那我們需要到官網去註冊帳號 歡迎各位使用這個連結 這個池碼就是我的推薦碼 歡迎各位使用我的推薦碼去註冊 註冊之後呢 我相信你可能會得到一個免費10元的註冊 的那個基金吧 好,那 畫面一開始的時候呢 你登入基金區這個 你會看到這三個提示 那第四個提示什麼時候要出現呢 就是你會出現就是說 它會出現一個訊息就是說 Have a promo code 那如果出現的時候你一定要點 因為點進去的話 你才可以輸入這個 promo code 歡迎各位使用這個我的 promo code 輸入進去的時候 你一開立完帳號 就馬上有10塊錢的基金 那儲資金啊 那沒有輸入就沒有喔 這是很肯定的 所以不拿白不拿嘛 對不對 我們就輸入一下 好,輸入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點註冊 那點註冊的時候呢 你要回到你的註冊 回到你的註冊信箱 你就會收到一個六位數字的一個驗證碼 那輸入完之後呢 你就回 就會 登錄到Have a promo code的首頁 好 假設你輸入完了 你就回到首頁 你看 你的帳號註冊好了 比如說我取名叫做 Little Eric Farm這個部分 Little Eric Little Red Eric 然後呢 10塊錢就拿到 說是不是很簡單 這10塊錢呢 夠你 夠新手用運正值的 因為一開始你是不需要錢的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一個 那 好 那你註冊完的時候 它會友善的提示你 就是說 你要不要啟動 那個兩步驗證碼 那我會強烈建議 各位就是使用 使用的時候 你拿手機掃描一下 掃描完的時候呢 你的Google的那個 授權的程式 就會 就會 就會出現這個 那個 屬於你那個 Little Eric的一個 六位數字的驗證碼 你輸入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順利進入你的系統 就是說以後的話 你就除了輸入你的密碼以外 你還需要 額外輸入 這個六位數字的 Google的密碼 那 很好的優點呢 就是可以保護你的帳戶 移植 避免被駭客入侵 避免被駭客入侵 好 那 一切步驟 兩步驟驗證完之後呢 我們一樣 回到這個 點擊就是上面的連結 或你自己輸入 連結我會再另外建立 那我們在這個網頁呢 我們點擊 Install 點完Install的時候呢 我們網頁往下拉 我們會找到HiveOS image for Rigs 就在這裡 那我們就點Zip Zip的時候會出現這個框框 我們就選擇 Save 然後我們就存到你的個人電腦 那我們會個人建議呢 你要準備USB開機碟的時候呢 你去使用大廠 比如說Kingstone或比較大廠的一個 USB碟 水聲碟 來做一個開機 如果你有SSD更好 因為它速度更快更穩 那你至少要有16G 那我會建議你使用32G 來做一個開機碟 好 那在剛剛那個畫面呢 我們除了剛剛 將那個儲存 image儲存下來 應該是image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沒錯 好 我們必須在另外下載一個 就是燒入USB碟的一個程式 在同一個畫面 往下拉一點 你會看到這個圖示 這個圖示下面 我們點擊這個 我們去下載燒入 這個USB開機碟的程式 那你會看到 應該是列在第一個吧 你會看到一個 Achure Portable一個程式 你就點擊下載 那程式名稱是這個 我想它的版本可能會跟著變 那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程式的話 是我直接找到官網去下載它的執行程式 其實兩個都可以用 看你喜歡用哪一個 那我們就點擊下載這個 一個燒入的程式 那好 接下來我會建議你就是 在你的Hive 在你的硬碟開一個 比如說我在西巢 我開一個叫HiveOS的資料夾 那我會將我所有下載檔案都拉到這邊 以便於在日後管理 或者說你要燒入的時候 你就知道要去哪裡找 好 那我們插入USB碟 我們執行這個程式 然後或者是這個 如果你兩個都有的話 那很簡單 你就點擊第一個 然後呢 就到你剛剛分類好的資料夾 你就選擇你的那個影像檔 之後呢 如果你只有一個USB碟 那很簡單 它就會自動鎖定 再來呢 我們就按3 Flash 之後呢 它就開始燒入 那這個呈現的話 我所呈現的是一個 Kingstone的一個USB碟 好 那其實它Image大概是8G左右 那當然你容量越大越好 因為以後你在運作的時候呢 它HiveOS 它還要去下載一些 不同Mine的 就是不同Mine的 不同的挖礦整室 那你還是需要空間的 所以為什麼說你最好準備32G的 OK 好 那因為做這個動作呢 需要大概20分鐘 所以你去泡一杯咖啡吧 那20分鐘後再來 好 20分鐘過後呢 你的USB碟也做好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回到登錄首頁 登錄首頁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看到一個部分 就做這個Farm 這就是你的礦場 你的農場也可以啦 OK 好 那我們就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 它會展開如下面的方式 OK 好 那我們到右上角 右上角 它一個加號 我們點進去 就會出現選項 就是你可以增加礦工 增加錢包 還有等等等 我們這時候要做的是 我們有了礦場 可是很抱歉 礦場裡面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增加 礦機 OK 你可以叫做礦工 那通常呢 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依照礦機所在位置 顯卡的品牌 或主機板品牌去順利名稱 當然你可以想點別的畫招 好 我們就點下去 點下去的時候 就會看到 點這個AdWorker 會出現這個圖示 你就點AdRig Rig就是礦機的意思 好 我們就點下去 好 挑戰快樂 點下去的時候呢 它會出現這個畫面 OK 那這個左邊的畫面呢 右下角有個叫做 Connecting Existing 這個部分 我們就點這個就對了 好 點完之後呢 它會出現右邊這個畫面 因為這個畫面呢 系統會先給你礦機代號密碼 沒有關係 我們不用記下來 名稱我們就用它的 到時候回組畫面 改成你想要的一個Worker名稱即可 好 我們就點這個 Read Config 其實這是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本身還有識別的 還有一個密碼 我們就下載這個礦機識別檔 一樣 下載下來的東西 請你歸到你的HiveOS的資料夾 因為之後呢 我們要將它拉到你的建立的水深碟 好 那順便補充一下 左畫面有一個這個選項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第一個選項 直接在這裡建立HiveOS開機碟 那就是在線上直接做處理 那我喜歡獨立燒入 因為這個比較方便 你可以一次燒入多個備用 然後到時候在這裡 重複加Worker再改掉你的名稱就好了 好 往下看 好 那我們已經下載完 我們開機碟也做好了 那 礦機的識別檔也做好了 這時候呢 我們要將這個礦機的識別檔 拉到你的USB開機碟 我們準備開始連線 那如果你有 可以插有線的話 你用有線網路比較好 因為比較穩 如果你只能用無線 那其實無線也是很穩 那我建議你選用大廠牌 比如說TBLINK 或者說你覺得哪個廠牌比較大 你就比較OK的 然後也可以在Linux是一種暢行無阻的話 你就選用它的筆牌 那特別要說明的是 你要先確定它官方有說明它適用於Linux 不然你買的話可能也用不了 好 跳過去了 好 那我會建議使用Linux 不好意思 我就建議你使用TBLINK 一個叫TLWN725N或Late系列的話 你使用它是暢行無阻的 很穩 好 無線連接的方式的話 我們在USB碟裡面 我們進入Network資料夾 就是這個資料夾 我們就打開它 然後有個檔案叫WiFi TX 打開之後 你會看到這個這邊描述 如這個畫面所顯示 你就在這個雙引號裡面 填入你的裝置名稱 比如說你的WiFi名稱叫做 小餅乾 你就填入小餅乾 好了 那你WiFi的Password 當然填入你自己的密碼 填完之後呢 你就將這個檔案 儲存起來 那以後呢 你的開機 你一開機的話呢 你就不用再開機再去輸入 說要連線 因為系統會自動 自動知道你所填入的裝置名稱的密碼 就可以直接連到你的無線網路了 好 那剛剛有講過就是說 你下載的東西 你要先 先拉到你的那個HiveOS資料夾 OK 那拉到HiveOS資料夾之後呢 比如說我一個礦記 我預計這個礦記名稱叫做Apple 我就先取名叫Apple的一個資料夾 我就將剛剛所抓到這個識別碼 我歸到這個資料夾 然後呢 我將這個識別檔 我就拉到我剛剛製作好的開機點 那你的開機點就具備了兩個很重要的一個資料 一個是這個礦機的識別檔案 另外一個就是你剛剛設好的WiFi名稱 那你就拿著這個開機點準備開機 OK 那我這邊介紹的話跟一般比較不一樣 我不會說先急著去做一個錢包的設定 跟一個飛行錶的設定 那為什麼呢 我們往下再看 好 那有一個比較要重要提示的就是說 你的顯卡 那如果說你直接裝在主機板的話 這樣就OK啦 因為主機板會負責搞定一些的供電 那如果你是使用Riser Card的話 我相信大概九成九的人都會使用Riser Card OK 那這個你務必要小心 那我會建議如果你有空的話 打電話給你的電源供機場 問一下技術人員說 這個東西你的電源供應器 什麼樣的線可以去接這個Riser Card 那他應該會跟你講答案 我們來考慮一下一個問題 你的那個SATA轉接線OK嗎 你覺得SATA轉接線去接這個Riser Card可以嗎 還是你覺得使用顯卡的專用PCIe線材OK 我想答案應該是後者嗎 因為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好 你去接顯卡一定都是用PCIe線材 那至於說 SATA轉接線OK嗎 這個問題 嗯 有空我會再做一期視頻然後介紹 他到底有沒有OK 或者說你先打電話去問一下 電源供機器的廠商 或者是說 有做你有認識這種SATA轉接線的廠商 他應該會跟你講良心的答案 好下一頁 好 再來呢 因為大部分都是我們既然是講中文 所以大部分都是使用中文 有些英文可能看不懂 所以我們開機之後呢 我們第一個動作就要改成中文介面 好我們拿去開機 開機完了之後我們就會看到 已經連線了 這時候你的操作 我們一樣 我們全部都在Windows去做操作 而不是在礦機做操作 因為在礦機的話 你是不需要擺螢幕的 因為你浪費一台螢幕 因為反正所有東西都是無線操作 好 我們連線到礦機之後呢 然後畫面如下面所示 我們就改成先改成中文 我們點擊 我們要先點這個 我們直接點擊這個 就是首頁 如果你畫面不是首頁的話 請你點這個HyperOS這個圖示 然後你去點這個account 點account的時候 會出現語言這個選項 請你把它改成中文 然後不用幾秒鐘 他就變成中文了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Online1就是說 你有一個Worker上線 就是一個礦工上線 然後GPU呢 因為我已經裝好一台GPU 在我的主機板上面 所以代表 他有增生到一張顯卡 OK 那這張顯卡 它是離線的狀態 因為我們還沒設 背景表還沒設 所以他不能工作 所以他不會上線 OK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在Windows設定一下 他就變成白色 那就代表顯卡 也可以準備上線 好 我們已經變成中文了 這個介面應該就比較友善一點 OK 因為有時候他翻譯還是奇怪 但基本上大概八成可以用 好 那變中文呢 我們一樣回首頁 我們一樣點著左上角的一個小度 是我們回到這個礦場 你點這個 你的礦 你的放 你的點成你的放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一個就是說 他會跟你講說 沒有飛行表 那你可能我也沒有看到沒有飛行表 那沒關係 在最右邊有一個就是 一個顯示個 排列的格式 一個Layout 你也可以做一個篩選 那你點擊這個中間的那個Layout 你就會看到這個描述 那這是個很好用的小技巧 就是說以後你去下載你的手機的時候 你可以根據不同的Layout 你會看到不同的特性 那做一個方便的目視管理 這是非常好用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有講過了 我們必須改礦機名稱 所以呢 我們改礦機名稱 我們去點這個rig的ID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你所安裝的顯卡 我裝的是5804G AMD的RX5804G 那我們要點擊設定去改名稱 那我必須在名稱的書籃取 你要的名字 比如說 我現在改名叫做Apple好了 因為既然我在我的資料夾 已經假定好它的名稱叫Apple 所以呢 我們就 輸入 後 我們去點更新礦機 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個會變更成Apple 所以我們往下看 好 你點擊完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個名稱 你就輸入Apple 然後呢 你往上 然後你要點更新礦機 往上拉 OK 礦機名稱已經變成你想要的 好 接下來我們要去做一個創建分析表的動作 在同一個畫面呢 我們去點這個飛行表 它 它會提示你說要GoToList 因為你什麼都沒有見 那我們就點 點完之後 奇怪它就說會出現 添加錢包 好 誒 要說明的是因為 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飛行表裡面 一定要放錢包 不然它不曉得 挖挖放到哪裡去 所以系統很聰明 知道我還沒有建立錢包 所以就要求先建立 那因為飛行 所以如果你的版本 如果沒有出現提示的話 那很簡單 我們就直接點錢包 一樣 它會出現添加錢包 我們就點進去 先創建錢包 好 我們來到了建立錢包的畫面了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先選擇你的數字貨幣 我們以以太幣為例好了 我們就選擇以太幣 那地址的話 當然是填護你個人的地址 如果你沒有這個地址的話 你可能要先去一些交易所 取得你的地址 好 名稱的話 當然就取得你自己喜歡的名稱 比如說我一樣 我沿用我的帳號 我直接這樣寫 那我一個建議就是說 你可能要選擇就是說 誰的 然後什麼交易所的錢包 這樣比較好管理 好 那來源的話 其實就是選擇交易所跟類型 那有時候呢 有些交易所在這邊是選不到了 所以基本上我都不太實用 我就直接打名稱在上面就好了 好 那一個確定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點創建 好 創建完之後呢 你的錢包就形成了 這時候呢 我們真正要建立飛行表 好 那我們就點飛行表 它會出現一個提示 就是說增加 add the flight sheet 我們就點進去 我們就可以準備要起飛了 OK 好 那畫面會跳到這個飛行表 的輸入頁面 那這邊有幾個重要的部分 先解說一下 第一個數字貨幣 那你可以選擇錢包 因為我們準備的是挖以太吧 當然以後你可以建立別的錢包系列 那一個幣種就一個錢包就對了 OK 跟一個錢包 那一個幣種不一定跟著一個錢包 因為你可能會選擇不同的那個 礦石去做搭配 那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一個啦 好 我們就選擇一個這個 比如以太幣 那錢包的話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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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創立一個錢包嘛 你就是 你可能有其他教育說 你有很多錢包 那你可以分明 你可以順便儲 儲存到不同的錢包 那我相信 大部分應該也沒有很多啦 所以我也只有一個錢包 所以就 基本上 你就是丟一個錢包 那就挖到這邊 如果你有第二個錢包 你就挖到那邊 那你的幣種可以跟 可以跟一個 也跟不同的 那基本上就是要相對應就對了 好 再來是礦石的話呢 我們直接選 HiveOS的 它叫Hive ARM的礦石 因為選它是不用錢的 那超過一天的礦工還是要付錢 那 記得好像在四個以內都不用付錢 好 那 選擇挖礦軟件 那我會建議你選擇 NB minor 因為它是非常穩的一個挖礦軟件 好 那點進去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設定 那基本上你是不用做設定 就直接選用就好了 那 那你設定的話基本上 嗯 如果你知道就設 如果不知道就不要設 那補充一下 礦石的話 你點進去的話 你要做一些基本的設定 通常我們會選擇比較接近你的礦石去做 接近你的位置的點 比如說一到一到三個去選就好 因為這個主要目的就是說 避免 那一個礦石 server當機說你還有其他的礦石可以用 好 好 再來呢 名稱請自己想一下 比如說 我提示我自己 我一定要選擇這個 因為它這個是可以 挖挖 挖EDH的避種的一個 一個飛行表 就直接這樣選 好 那我們最後點 點一下 創建飛行表 好 接著飛行表就出現 我們會看到就是 我取一個名稱叫 NBMIND的穩挖EDH 好 那錢包就是提示我 我選用這個錢包 那我選用這個礦石 那NBMIND的 它N代表是可以挖N卡 A是代表挖A卡 所以NBMIND的基本上通知 好 往下 好 那我們 因為顯卡超頻 參數還沒設好 所以我會避免一個誤動作 我們要先啟動微誤模式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你一定要會 因為 所以我才用這個順序來介紹 那主要目的的話 就可以避免開機直接挖礦 因為你可能裝一個新的顯卡參數還沒有設 那這個可以讓你有機會再一度確認 就是說 新卡參數設定沒有問題 我們再啟動挖礦 那 否則呢 可能會當機或造成 顯卡過了 用電網上標 你的心跳指數也會一起標 瞎出一生冷漢 好 那我們回首頁 一樣點HiveOS這個圖示 那我們就回到這個首頁 我們點這個Apple這個礦機 你可能叫你別的名稱 我們就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畫面切換圖下 好 我要會回到這個礦機的主要頁面 換到礦機的主要頁面的話呢 我們在第一列 我們看到一個這個 在風扇的右邊 有一個螺絲起的工具圖 我們點進去 點進去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維護的選項 我們到維護模式這邊去選擇 那個 With Loading Drivers 我們要讓它啟動 就是說以後 它在開機載用這個Driver的時候呢 它就會啟動維護 那礦就不會挖了 就讓你有時間去做一個維護 然後我們就點著應用 點著應用完了之後呢 你這個螺絲起子就會亮燈 代表你維護模式已經啟動了 好 那我們畫面應該同在同一頁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點著概數 那一樣我們回到顯卡清單的最右邊 這邊有一個時數表 OK 我們呼其他叫時數表好了 基本上就是超頻 好 那我們就點進去 點進去就準備開始設定超頻參數了 好 那 點進去就是會出現一個 一個超頻參數的配置 好 那還有一個常見預設 我們先點 它會先出現配置 那不管我們先點擊常見預設 點擊常見預設的時候 我們要先選擇那個數字獲利 比如我們選擇ETH 那算法的話 當然你會知道它的畢種的識別 OK 那系統會先列出別人設定的參數 給你參考 注意這只是參考 基本上堪用 你要自己回調 因為每次要選擇的特性不一樣 那我們先套用第一個設定 我們點進去之後呢 畫面會簽到一個 配置 沒有 簽到配置頁 簽到配置頁的時候呢 它會自動帶入第一名常見的預設值 看一下看 好 那系統會幫你自動套路 你看到參數 剛剛參數沒幾個嘛 好 但沒有看到就不會設定 所以很重要一點是 風扇跟功耗 你要自己設 尤其是功耗 如果沒有設的話 你的顯卡可能會變成扯電怪獸 而且溫度會下到 你馬上關掉電源 因為 耗電高 然後溫度又高 你會下到 好 那因為我知道 我這張顯卡 正常的功耗應該多少 所以我剛剛要限制 瓦數先輸入90 風扇的話 先輸入80 就80%的意思 以後我們可以改成自動控制 設好的時候 我們就按應用 那這邊註明一下 如果說你是用AMD顯卡的話 通常要另外降壓 所以降壓就是降核心電壓 跟記憶體控制器的電壓 然後你除了降壓之後 你要超頻 超頻一般指的是超記憶體 那以獲取對焦的效能 而不是說 以提高瓦數來獲取 獲取高算力 因為這個經濟效率是不佳的 或者 而且用電也非常不環保 好 下一頁 好 那我們基本款的參數設置好了 我們會基本上 應用會跟下錶一樣 就是它會自動帶入 你剛剛看到的 比如說 核心 OK 核心的那個時數 跟記憶體的 應該叫時數吧 OK 好 頻率 記憶體的頻率 好 核心的頻率 好 那帶進來的 那你看一下就是 風扇我剛剛設80 那電力限制我設90 好 那這一面就是說 顯示你目前顯示卡的溫度 然後顯示現在風扇的轉速 好 顯示現在顯卡的耗電狀況 我們還沒開始挖喔 OK 好 那相關的限制 你就確定這個欄框都有出現的時候 開始套用你的飛行表 我們就點擊飛行表 飛行表呢 就是在 這一個最右邊 OK 這一個我們就點飛行表 那我們這邊有個火箭圖示 那你點進去 就準備開挖了 好 準備開挖了喔 好 但是呢 我們要先再檢查一下 我們一切設定是否沒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回頭再修改 那畫面又有像出現這一些 你的礦池 你選擇哪幾個 server 這樣我就全選 不管 因為我不知道哪一個 比較OK 好 那這些演算法 你看到你們都不用輸入 因為它系統會自動帶入你所選擇的 OK 好 那如果這時候呢 我們去點它 那我們不管怎麼 點呢 系統是不會讓你開挖 因為呢 我們這個燈還亮著 我們維護模式的燈還亮著 那如果都沒有問題 我們去點回概述 點回概述的時候呢 我們回到框機頁面 那我們到最上面 再按一次維護圖示 那維護圖示的話 我們把那個維護模式 改成Disable 我們選Disable之後 我們再回去按這個火箭按鈕 它就會自動開挖了 那我不按這個自動按鈕 因為這個是 你要按也OK啦 但我們需要學另外一個開挖的模式 好 我們學另一個開挖模式 就是這一個 鋤頭的圖示 在這裡 在小狗的左邊 我們就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 因為就剛剛講的嘛 如果說我們不選火箭的話 我們就要學這個圖示 這個圖示就是說 你看到它有幾個選項 就是說 我可以重啟的話 換個按鍵 那因為我不點火箭圖示 所以呢 我就選擇 選重啟挖礦 好 我點進去 很簡單它就開挖了 好 基本上你已經學會了 維護模式跟挖礦動作 在這個 這個鋤頭 這是兩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基本功能 因為如果情況不對的話 你要按鋤頭 立刻停止挖礦 而維護模式呢 大多都是在你先裝顯卡 而你參數都還沒設好 你就很急著去開機 你裝完了之後呢 為避免開機自用套用 因為系統會去抓你最後一個套用的飛行錶 一抓到它就開挖 如果你不設好的話 就會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電力往上飄 你的心跳指數也往上跳 好 那 基本上呢 如果說你 所以會麻煩 你要馬上趕快的將它停止掉 如果你忘的話就會 就會不好了 OK 那 如果說我們什麼時候要啟用的 就是剛剛講的方式 那什麼時候不啟用呢 就是說如果你的參數設定一切沒有問題 你也不需要修改 好 那你這個選項就永遠不用啟用它 所以這是非常好用的一個 一個模式 千萬要記得隨時使用 好 我們就開挖了 然後對了 如果你裝4G是沒辦法挖的 我必須講明一下 因為ETH4G已經挖不動了 基本上全部都沒辦法挖 當然 因為我手刀上 剛好只剩下這張多月的卡給做示範 所以呢 我發現NB minor包錯 然後說我記憶體不足 所以在半讀的時候 我馬上切尾飛行表 我改用LOL的 minor 在這邊 你看到我先 原本是建立NB minor的那個飛行表嗎 那我就 我就直接把它換掉了 直接換成LOL 那這兩個是不對稱的 沒關係 我就先換 換了之後呢 我就改參數 那這個參數可以讓我在LOL的殭屍模式下 硬挖ETH 那可以做示範 那當然這個哈汐值是7T無比 不到 一妹啊 你看一下哈汐值只有550K 好 那雖然 我有做一個動作 就限制這個電力在90 好 但是這個模式好像不受控制 電路電力往上直標 標到129W 這時候出頭就派上用場了 為什麼要介紹這個功能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出頭就派上用場了 我們就趕緊呢 停止 到那個出頭按停止挖礦 因為浪費電啊 而且溫度可能也會往上衝 OK 好 那我們來改挖ETH做示範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 我們建立一個錢包 那當然啊 你ETH錢包建立好 你可以建立第二個錢包 叫做ETC的錢包 好 我就用ETH做示範 那你建立好ETC 同時就把ETC的飛行條建立好 那你ETH挖到一半 我們馬上選擇 選擇飛行標 那你看到ETC的錢包 你就馬上點火鍵 那他馬上就會切到ETC去做 馬上開挖 那這個示範 我們會看到那算率30.30 功耗94 應該還算OK嘛 那他也 我有沒有去做 做那個叫做什麼 做MOD MOD叫做什麼 修改BIOS OK 我忘記了 嗯 沒什麼印象 那基本上這個算是一個 蠻合理的 當然他可以算率 這可以往上 那你要記得喔 你算率往上 通常功耗流往上 有沒有符合經濟效益 你要自己看一下 OK 還有就是會被太熱 都要注意的 好我們看到 算率30.34 功耗94 應該還算合理 好 那換 換一下看這個4G 可不可以挖ERGO 好我們看一下 我切到ERGO去挖 我們算率是64.36 功耗73 欸 蠻OK的 因為還蠻環保的 因為耗電不高 那一樣 如果你的功耗呢 往上放 那你算率會往上放 那算率要往上放 通常有兩種模式 就超頻 2100 2200 你要知道你可以超到多少 那 那你也要理解 超到多少 他可不可以穩定 會不會說挖到一半 就當機 你要知道如果當機重啟 或一直盪 這個 這個時間的損失 遠遠超過 你只為了增加一兩妹 而去做這個動作 又耗電又耗時間 然後當機 反反覆覆 是非常滑不來的 這要千萬記住這一點 好 往下 往下就是這另外兩個重要的功能 我直接貼頁面來做一個解釋 這兩個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會用 好 這個就是WatchDog OK WatchDog 的模式的功用 你看到 他可以 這個設定我們先不講 那基本上我快講一下 這個 可接受的 Accept 就是那個 可接受的 就是最少的算 那個 應該怎麼講 就是接受率 你挖換了接受率 通常我們可以設在 99 98 或是95 隨便你 那因為你會有失敗的時候 你可能會工作會失敗 會因為那個連線的問題 好 我們直接帶過 好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個 就是WD的Power 就是一個監控你的那個電力的消耗狀況 我們一定要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 我們要在這一個 Maxima Power這個部分 我們要輸入電力的上限 一定要輸入 也可以確保你的那個安全 因為你沒不太確定那個系統 會不會有一天 或顯卡突然有一天不受控 那電力急速往上標 那如果我只有裝這張顯卡 我剛剛看到嘛 就是在那個礦機 我看到 他顯示耗電是 你全速開挖的時候 你耗電是89 好了 那我認定 我只接受 讓他再多10W 你看 在這個多的10W 不會超過我的那個電源供應器的 那個極限 或者說 我認為超過100 這個顯卡就是 或系統就異常 我就輸了100 所以意思在這邊 好 那這個POW ACTION 這邊 你可以選擇 那個REBOOT 那也可以選擇 SHUT DOWN 那通常呢 我們會選擇 REBOOT 就是他重新開機就好 因為他可能只是一時的 當機 或一時的有問題 那重新開機之後可能就好了 所以我們選擇 給他一次給他機會 重新開機就自動挖 那這邊有個MODE的部分 那意思就是說 你用框機來識別 或者用一個算法來識別 那我覺得 你可以先不用用 那當你熟的時候 你可以去選擇 用演算法 那演算法的話 的時候 比如說你ETH 你就要選擇 對應的相關的那個算力 比如說 我們剛剛看到 嗯 不管是ERGO還是好 還是ETC也好 它有相對應的算力 你注意你輸入數值之後 這個 這個顯示單位也要切 因為MH跟H跟KH 都是差很多的 我們看到都是M的單位 如果只有輸入25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就算你點演算法 25隨便也超過25 至少要選擇M 這個單位才是合理的一個 HC值的一個 基本的單位 好 確定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點APPLY 以外你要確定 這個小狗燈是亮的 才確保它有在運作 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風扇的控制 我們點進去的時候 我們看到最上面一個 這上面就是一個 關鍵溫度 意思就是說你的核心 核心的顯卡核心 如果超過這個溫度的話 它就會做以下的動作 比如說 你可以選擇 基本預設就是 停止挖礦 OK 那你就可以 放心的 讓礦機去操作 因為你超過這個 關鍵溫度 它就會停止挖礦 這就是通常的一個 不用改 如果你覺得害怕的話 就把它改成75 好 那AUTOBAN 一定要打按 OK AUTOBAN打按的用意是 維護下面這個模式 你可以先去預設 如果你想要知道 你的核心顯卡的溫度 應該要在多少 那通常呢 我會設定層65 或以下 因為我覺得是相對安全的溫度 那基本預設這個系統 是多少 我已經忘了 我相信你可以再改一點 改低一點 OK 那你也改成50 那你改成50 那你改成50的時候 你的風扇噪音就會更大 因為它會符合你的目標 除非你的環境是非常低溫的 OK 你要吹冷氣 好 那在上面的話呢 你也可以改 那我像90的預設值 我覺得不完全 所以通常會改成75 因為我覺得超過70幾 也是蠻危險的 你的顯卡 可能會快速的老化 那到時候要鬆休 好 Anyway 你就要確定 設好了 這個一定要打開 只要亮燈 就代表打開 沒有亮燈 就是完全都沒有打開 你只要這樣知道就好了 那這下面呢 我們先不用管它 一樣 弄好之後 我們點Apply 然後 這個 燈就會亮的 那這點Apply 這個燈也會亮 好 那剛剛我們的案例 就是說 我們這個Power Action 我們打開的時候 比如說 我們 那個用Longby Mode的模式 你會看到 那個電力往上跳 那如果一開始我們有設好的時候 我們就 就不用管 或者說你 你忽略它沒有注意到的時候 那個機器就會幫你去處理這個部分 它就會自動開機 那 以解除你的警訊 那你看到你的手機報警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問題 你就可以去 啟用維護模式 或者說 將它停掉 自己做 後續的處理 好 其他的操作 其實這個系統非常的 其中非常多的功能 非常好用 尤其在一些管理牌上方 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因為 因為 再講下去可能太多了 我們先 會這個基本的 就基本上綽綽有餘了 好 有空可能再介紹另外一部分 好 番外篇 就是除資的部分 也就是標題 你想要 除資回歸3% 還是30%呢 以前我還在想說 為什麼要付歸 我用Windows就好 沒錯 不用付錢 但是 對你不用付錢 可是 那個軟體 非常陽春 一般肉圍礦軟體 非常陽春 那 當然可能有其他的軟體 可以類似HiveOS 可是我覺得 還是可能 要付錢 然後 功能絕對沒有這個強大 所以呢 我就 後來我就改用 HiveOS 那我覺得付這一點錢 是非常值得 因為 因為 還有就是 我不用HiveOS的礦子 所以我要另外付費 因為它允許你 用選用非HiveOS的 礦子去抓儀態 但超過一個 就要去付費 所以我超過一個 所以要另外付費 好 那一開始 我覺得你選用 HiveOS就好 因為其實它也算前期大 但是 我覺得 我比較 我想要用第一名的 所以就選用第一名的 OK 那 處資的說明的話 以穩定幣 會有3% 在頁面會有獎 有3% 好 這3%就是穩定幣 那先付三個月就有30% 差很多 OK 你存在那邊是不會丟的 以前 當然你可能一開始會怕說 你錢轉進去到底會不會入帳 沒關係 你就先付 可能付100塊 或少少的錢就好 那 你覺得好用的話 我會建議一次就多付幾個月 那至少你付三個月 你就會有3% 那 系統會幫你基本計算 就是說 你要存30%呢 講錯了 是30% 你應該存多少錢 那 以我的案例的原因 他跟我講說 我至少存69 好 那我就存超過69 於是我存了73.67塊 其實 是用ETH轉成當時的幣價 我就轉進去了 大概20分鐘之後 我就看到回歸30% OK 所以 記得 好 確定 轉進去 沒問題的時候 你下一次儲值 就一定要用 超過三個月 因為 因為你還是要付費的 存在那邊也不會丟 所以 這是很划算的一個 一個儲值的方式 好 我們最後到尾聲了 就是總結 那如果你已經掌握剛剛一些 基本重要的操作 那恭喜 你可以稍微安心 交給HiveOS 去幫你做一個數字 獲利的挖礦 那如果你是用Windows 那你就自己勞心勞力盯著看 那除非你的設定都非常的穩 環境架賽都沒有問題 那通常會用Windows的 是因為它是用PC在挖 因為它自己在用電腦 那 不用白不用嘛 就這樣子嘛 這個概念 好 OK 那如果 你找不到其他比較好的說明呢 其實你可以到這個HiveOS 點放 OK 這個部分 然後呢 官方操作系統 會 也是內容蠻豐富的 不過它都一塊一塊的 你要 然後 這是Q&A的概念 你有空的話 也可以去看下方的說明 然後 基本上 它也提供影片 OK 所以 先這樣子喔